小子的脑袋都被雷劈了 可是朋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二天他才敢和朋友提起此事 他觉得那个房间不干净 山野也确实听说过一些传闻 但是他却拒绝搬走 他曾经是一个搞笑艺人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表演 台下的观众都笑不起来 只有小子为他们鼓掌 到了别人表演的时候反而掌声一片 搭档景夏也受了刺激 决定解散组合 而且他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这令山野非常郁闷 临走之前 景夏把他介绍给了节目制作人 制作人最近也很苦恼 因为节目的收视率持续下滑 景夏灵机一动 觉得如果做一档灵异节目 肯定能吸引大家的眼球 制作人听后非常感兴趣 他让山野找个凶宅试试 如果做得好的话 可以为山野单独开一档节目 山野以为制作人只是一时兴起 没想到第二天就把他叫来 并且给了他一张凶宅的详细信息 山野明白自己已经没有了退 于是山野拖着行李就来到了这个公寓 这里曾经有个单身女性遇害 并且六楼也被列入了围间 看来制作人的确很用心 来到这个房间之后 山野就准备开始拍摄 突然发现窗户外面有一个黑衣 山野以为真的遇到了灵异事件 结果却是房主的声音 可是刚打开房门 金毛就冲了进来 并且对着窗外狂吹不停 山野感到莫名的恐惧 当天晚上 山野就在屋里架起了摄像机 准备记录在凶宅的第一晚 可这时却接到了制作人的电话 于是山野赶快汇报进展 可是制作人却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于是制作人责问他 什么都没有拍到还敢出去潇洒 山野听后一脸茫然 身边明明只有他自己 第二天查看录像带时 发现山野打电话时 旁边飘过一缕白色的烟雾 而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节目效果 节目播出去之后 确实吸引了一大波热度 山野还被请去别的节目做嘉宾 某个专家还细心讲解 白色烟雾其实就是鬼魂的另一种形态 制作人对此也是非常高兴 不仅给山野升职加薪 还督促他赶快准备第二期的节目 这让锦夏非常羡慕 毕竟一开始是他的主意 当天晚上 锦夏就请山野和小子吃饭 期间各种缅怀过去 更是提出去山野的凶宅看看 可是到了凶宅楼下的时候 小子却突然发现了一堂鬼 不过很快就到时 当他们准备进入凶宅的时候 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小子已经吓得浑身哆嗦 谎称有事直接溜走了 而锦夏却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想和山野继续合作 山野比较念旧 索性同意下来 但是一天天过去 并没有拍到有用的东西 反而制作人着急了 他根本不顾两人的死活 只想看到成果 而且还不许造假 这无疑给了山野许多压力 见鬼哪有这么容易啊 恰巧小子说出了他有阴阳眼的事情 这仿佛让山野抓到了救命道歹 于是他跪求小子帮忙 并且承诺会保护小子的安危 本身就喜欢山野的小子欣然答应 当天晚上 小子就来到了凶宅 就在山野给他拿咖啡的时候 出现了惊恐的阴幕 大门突然自己打开了 小子被吓得不知所措 外面还一直传来女子的惨叫声 小子被吓得瘫倒在地 他好像看到了原主人被害死的场景 第二天山野和景夏视频聊天的时候 山野惊恐地发现 两个人的身边同时出现了一个红衣女人 不仅外形打扮全都一模一样 就连举止动作也没有区别 红衣女人的身上不停流下鲜血 慢慢地转过了头 小子得到消息后来医院探望 好在山野的伤势并不严重 只是受了点轻微擦伤 可景夏就比较惨了 身上缠满了绷带 医生说他至少要静养一个月 也因为他们的种种遭遇 节目的收视率大增 两个人都得到了制作人的肯定 全部升职加薪 不过为了素材能够继续吸引大家的眼球 山野找到了一个房产中间 刻意找到了下一所凶宅 当他们满心欢喜地搬进第二个凶宅的时候 完全没有注意到 鬼影依旧在他们的不远 搬进凶宅之后 他们开始打扫屋子 草席上还有没处理干净的血迹 洗手池里还留着被害人的头发 在他们的新书牵手活动中 小子却发现了不对 一团头发就漂浮在山野身边 当山野和粉丝合照的时候 相机里更是识别出了第三张鬼影 山野知道后也很不安 他来到凶宅附近的饭馆打听 老板说房间的主人是个年过七十的老太太 后来被游手好闲的儿子残忍杀害 山野听到动静后 用尽全力抬将小子从水里断走 小子仿佛看到了死者遇害时的场景 这下小子真的有点懵逼了 也就在这时 他发现凶宅的角落里 再次出现了那个鬼影 当天晚上 紧下来凶宅收拾行李 原来自从加入这档灵异节目 家里的房子着了火 父亲被严重烧伤 母亲也出于外境了医院 自己也差点横死街头 他认为这都是凶宅的诅咒 前途和生命比起来 显得更加微不足道 他甚至还劝说山野就此作罢 山野心里也开始打鼓 可就在这时 制作人说东京电视台看中了他 并且让他去做个专访 这很可能让山野火变全国 山野再次把顾虑抛之脑后 房产中介再一次给他推荐了一个凶宅 这里曾经有一对情侣自杀 小子知道后极力反对 因为他感觉这个凶宅不同以往 这实在太过危险 可是此时的山野已经下定了决心 曾经身为搞笑艺人的他 却不能把观众都想 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 现在至少有很多人 喜欢听他的凶宅体验 这样的感觉却从来没有 凶宅固然恐怖 但是好过一辈子碌碌无味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前往了东京 可就在下高铁之后 遇到了一个老头 对方自称是东京神社的大祭司 他看出山野硬堂发黑 身边还跟着一个奇怪的鬼影 他劝山野挑一个护身符 山野也却拾动了心 结果 可是当山野来到凶宅之后 却突然毫无欲照地晕倒了 当他再次醒来之后 天都已经黑了 而且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次东京的专访也非常成功 于是山野决定趁热打铁 他就在凶宅开启了直播 就在和大家侃侃而谈的时候 却出现了诡异的阴影 直播间里的吃瓜群众也发现了异样 可是山野依然没有在意 晚上他准备休息的时候 电灯突然熄灭 地板上又凭空出现一个老头 死死地抱住他的脚踝 山野被吓坏了 紧接着冰箱自动打开 一个胖女鬼正在大吃特吃 然后又发生了一系列诡异的坊 仿佛所有命案 全部在山野面前重现 他突然想到了那个护身 果然 所有鬼魂消失不见了 可是那个黑袍的鬼影却突然出现 山野又举起了护身符 可是这次却没什么 护身符直接碎了一地 黑袍男人的目光越来越凶横 山野都快挺过去了 关键时刻 一直担心山野安危的小子赶过来 可是他也不懂驱魔法术 两人惊恐地抱成了一团 突然 两个人的身体失去了控制 眼看小子马上就要刺向山野 关键时刻 景下突然赶到 他也看了山野的直播 他不可能见死不久 而且他是有备而来的 来之前他已经吸得了驱魔的咒语 开始配合香火 向黑袍鬼影发个攻击 鬼影也终于消失不见 山野三人不敢停留 狼狈地逃出了凶宅 有了这次的经历 山野和小子也终于走在了一起 就当他们准备买一所 不是凶宅的房子时 一团黑影固在了消失人身上 然后他开始不受控制地走出房间 本以为能回归正常生活的他们 但是已经不耳朵了 黑衣男子仍然在他们身边 故事到此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